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今天路透社就報導了一單非常重磅的消息 就說美國的商務部將會採取行動 撤斷華為在全球的晶片供應鏈 這樣對於華為來說 將會帶來一個災難性的後果 在北京方面 環球時報的老總胡錫進 就說可能會對美國採取一些反制行動 首先講一下美國方面的消息 根據路透社的報導所說 美國商務部正在修改出入口的規則 將會策略性針對華為所採購的半導體零部件 這樣就會迫使華為無法再度破壞美國的出口管制 因為根據這個新規則 凡是採用到美國相關技術和設備生產的晶片 都要預先取得美國政府的許可 才可以出貨給華為和它的附屬企業海斯半導體 換言之 美國政府現在要對華為採取一個技術的圍堵 如果華為要繼續生產手機的話 就不能再完全依賴台積電 因為台積電不只是做華為的生意 它還有做蘋果和三星的生意 在這樣的情況下 它犯不著為華為而遭受美國制裁 故此華為其實都是 開始將生產芯片的重心 轉而依賴中資企業中心國際 但是它的技術就比台積電落後幾年 其實在市場上一早就已經傳出過消息 說美國是有意擴大對中國採用芯片的限制力 比如說 源自於美國的技術比例限制要降到一成 但是現在最終出來的結果 比起預期的時候更加是嚴苛 變成了只要用到美國芯片製造設備和技術的話 無論是美國或者外國的廠商 都必須要獲得美國政府的批准 才可以出貨給華為 商務部這個新規定 無疑就是會為華為帶來非常沉重和災難性的打擊 因為華為已經成為全球手機市場佔有率的第二位 都已經很一段時間了 看看2019年的數據 全球手機市佔率 排第一位是三星 佔了21.6% 第二位是華為 佔了17.6% 其實2018年的時候 華為市佔率 在說全球範圍 只有1.4% 在去年又升了3% 如果美國不對於華為採取措施的話 看來這個趨勢 慢慢就會跟三星出現一個黃金交叉 即是三星會降落第二 而華為會會進佔第一 但是現在這個如意算盤當然打不響 因為他就要使用自家製造的芯片 這樣會很大劑 一會兒會說 排第三位的又是什麼品牌呢 原來就是蘋果 18年的時候 就有一成半佔有率 19年的時候 就跌到得一成四 排第四位 又是中資的小米 它是升的 18年的時候 8.5% 19年的時候 就是9.2% 美國商務部的新規定 除了會對華為帶來沉重的打擊以外 其實對於台積電 也會帶來非常之嚴重的影響 因為目前 台積電在大陸的業務佔了它的生意 大概是10%到12% 而主要的客戶就是華為 在商務部公佈新規則的同一日 台積電也作出了一個非常之震撼的決定 他們就說 在美國聯邦政府的理解和支持下 將會在阿里桑拿州設立一座新的廠房 這座新廠房將會採用台積電的5納米製程技術 生產半導體的晶片 規劃每個月生產的產能大概是2萬片晶圓 將會直接創造超過1600個高科技的專業工作機會 這個新廠房將會在2021年的時候動工 在2024年開始投產 台積電將會在這個專案上 支出120億美元 到底為何台積電會突然去到美國那一座新的廠房 這跟政治因素有關 在台灣方面有消息傳出 所以在現在決定前往美國設廠 政府的高層互相溝通之下促成計劃 而且因為中美貿易爭端的情況下 長期以來台積電就成為了中美雙方其中一個角力的重點 原因就是美國對中國的華為實施禁授令之後 還希望能夠限制台積電對華為的功課 現在就求人得人 終於由商務部推出了新規定 到底台積電去美國設廠對於美國有什麼益處 至少能夠強化得到 美國對於半導體產業的自給自足 能夠使到供應鏈全面遷回美國 就不需要有所顧忌 不需要擔心一旦出現什麼全球大流行的疫情 就會令到供應鏈斷裂 這也是在配合美國總統特朗普的要求 因為他想那些產業一律把整條供應鏈都搬回美國 當然有些企業就不理會了 那為什麼台積電會肯下載呢 除了政治因素之外 還有其他因素 如果是一些經濟誘因都提供不到的話 我想特朗普喊破喉嚨都沒有人理會了 每個人都當作發黑風 業界人士相信 美國政府都會給予台積電很多優惠 除了最重要的資金協助以外 更重要的可能會在法令上有些幫忙 在台積電宣佈去美國設廠之前一天 美國商務部宣佈再次延長針對華為在內的出口禁令緩衝期 其實自從2019年5月開始 華為已經被針對 只不過這個臨時許可政延長了幾次 現在又延長了90天 到底台積電在這90天 可不可以繼續向華為供貨呢 目前仍然是灰色地帶 因為美國的官員似乎就好像國有國說法 比如說主管經濟事務的 副國務卿克拉奇就說 台積電都會受到限制 除非他們獲得許可 但是這件事我們又保證不到 我們又不會作出預期 但是商務部長羅斯的語氣強硬很多 他就說一定要避免美國的科技 用在違背美國國家安全和外交利益的惡意活動之上 即是說不行 到底行不行 當然這個就要拭目以待 很難作出判斷 無論行不行也好 華為也不是坐以待斃 既然美國也有意圖阻止台積電繼續供貨給華為 他們也尋求了一些下替代 他們就找了中資的中芯國際 根據一些消息人士所說 華為旗下的芯片部門海斯半導體 在2019年底的時候 已經開始指示部分的工程師 為中芯國際設計這個芯片 而不是再找台積電來設計 過去華為就希望和一些頂尖的製造商合作 而中芯國際只不過是二線 但是現在華為就將資源向中芯國際傾斜 希望加快得到中芯國際對華為的幫助 實情 台積電的技術 遙遙領先中芯國際 目前台積電主打的是7納米製程的芯片 而5納米製程的芯片 也開始投產 最近還在試產3納米製程的芯片 但是這個中芯國際又怎樣呢 他們只能夠提供14納米製程產品 他們之間的技術相距大概是3年左右 但是對於這些電訊科技來說 差3年就差很遠了 而北京方面又有什麼回應呢 《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 就在Twitter說了 據他的了解 如果美國進一步限制向華為提供關鍵技術 中國就將會修訂不可靠實體名單 限制或者調查高通 C4 和蘋果等等的美國企業 並且暫停購買波音飛機 其實這種做法是不是可行呢 他說調查或者限制美資企業 可能是可以的 但是暫停購買波音飛機 這個舉動其實就是跟首階段中美貿易協議的精神 是相違背的 因為美國就是想中國買多些貨品和服務 說明的金額就是額外的2000億 你現在還說要買少一點 你如何能夠達到這個金額呢 再者就是 胡總他所說要調查或者限制的其中一家美資企業 就叫做蘋果 但蘋果 早幾天就已經傳出了消息 說要將五分之一的產能 就是搬移到印度 而且就已經跟印度的政府官員談妥了 準備就去當地設廠了 萬一這個五分之一產能的工廠是成功的話 分分鐘就會飛起中國了 其實這個也是配合特朗普 他所說要將整個產業鏈 撤離中國的策略 你現在還說要對他作出限制 你豈不時加出他走人 中國的經濟如何復甦 所以 其實他所說的這些反制措施是不是可行呢 似乎不是太可行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